那其實確實是這樣 看到十年期美債收益率 昨天的時候呢 也是一年來首度在盤中 是升破了1.4% 這樣的一個高水平 但是我們看到 在鮑威爾是兩度 給市場定心完之後呢 美債飆升 其實這樣的一個事情 對市場的一個意義來講的話 好像在目前這個階段呢 並沒有是得到大家 過度的一個關注 因為你看美股的一個表現 就能夠感覺得到 就是投資者呢 其實現在好像 已經是吃下了 這個定心丸 那麼如果我們 如果是更加理性地 去分析的話 投資者是應該把鮑威爾的 這些言論 當作是一種安慰劑 還是說我們真的是 可以在此時 吃下這個定心丸呢 其實中美聯儲鮑威爾 包括中國央行同時提到 現在不要過度地去重視 重視那個央行 對貨幣供應上面的 一個回籠啊 或者說放流動稅 其實現在貨幣政策的 干預程度現在那個效應 是已經比較小了 現在反而大家看重的是 財政政策那一塊的一個例子 因為美股跟美股跟國債收益率的情況 它分兩種 就假如你的國債收益率 是因為加息所導致的一個國債價格下跌 而推動了那個收益率上漲的話 這個時候是對整個股票也是致命的打擊 那麼現在呢第二種情況 就是假如你的利率是不變 或者利率是往下走 反而是因為通戰預期所推動的 你的國債收益率提升 這等於是很多資金可能是 從國債裡面流出來去配動一些 包括大型商品 包括避通戰的一些頻率裡面去 這樣的話它是既利於那個債市 就等於是就利於它的那個 應該是什麼 就應該是對債市那個微小的那個收益 其實是該覆蓋不了通戰的 所以說它拋國債所導致的一個 那個國家收益上漲 而這些資金去流出來 去配動一些收益於通戰的 或者說能夠看通戰的這些股權力類 或者說商品類 這樣的話你可以看到大眾商品跟股市 反而會隨著這些國家收益率的上漲 同時的一個走好 其實你要分兩個情況 所以核心來看 你只要利率不提升 那麼對股市來說 就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裡面是有結構化不同的 因為你通戰起來 預期其實是會收緊的 那麼對一些高估值的科技股 高估值的一些 或者說缺乏現金流的一些行業 其實是這一波裡面 其實我明顯看到它是偏弱的 那麼受於漲價 因為我們說通脹這一波 是所謂的順周期 順周期裡面它是重點是順 而不是周期 那麼怎麼去理解呢 就是說你能夠通過漲價 來把你的成本分散給你的下游的消費者 或者說你可以通過漲價改善你的業績 推動你業績增長 這一波是這一輪非常衰的 就假如既不能漲價 又不能轉移你的成本上升 這輪反而是受損的行業 這樣的話其實你看到 尤其是一些科技的領域 都沒有這個彈性的話 它是表現的是非常弱的 對 沒錯 那其實說到美股本身的話 我們看到昨天倒只是盤中再創新高 而特斯拉方面也是終於脫雄 那看到在區塊鏈概念股方面 也是出現反彈 這種板塊輪轉呢 也是出現持續的一個狀態 而科技股呢 正如您所說的 其實是漲跌不一 而發現在價值股方面 也是出現普漲 那散戶抱團股也是捲土重來 而電商股BAT呢 是出現了普跌 你會發現美股目前呢 它的這個表現 是出現了一定的分化 那其實大家就會想說 這種分化是不是能夠 顯示著市場當中呢 一些新的趨勢 那投資者應該如何 從美股的一個分化變化當中 窺探到目前市場的方向 來把握住現在的一個投資邏輯 和投資趨勢呢 其實核心就剛好我講了 就現在你的整個通膽預期上來之後 經濟復甦上來之後呢 很多都會把目標關注在 你是否能夠真的是順走去 順的就是你是否能夠通過漲價 來改善你的業績 推動你的業績持續增長 回歸到對方 對方裡面放三類 第一類呢 主要是因為之前是疫情受損的一些行業 包括保險也好 包括文化娛樂也好 這些因為受損出來之後 你看疫情之後 尤其是文化與電影票都漲價了 所以說它可以通過這個來去改善它的業績 我們這一部分可以從文化娛樂上面去部署 另外一部分就是你可以通過漲價 把這個漲價的成本推給消費者 包括一些食品也好 飲料也好 包括一些原材料價格 包括一些化工 就代工類的企業了 你可以轉移你的價格的 那個成本的 那麼我們從這個來看的話 一個是尤其是原材料上面的一些核心 包括半導體裡面的一些半導體材料 還有一些龜片材料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公寓裡面用的是化工品 這類你可以轉嫁給消費者的 包括還有一些就是包括食品跟農業 它也是可以轉嫁的成本給消費 就通過漲價可以改善的 所以這類型的其實我們從市場上 已經就是可以感覺到 這類型的股票最近來說是比這些 爆團裡面的一些高估值的 或者是信用不足的一些小概念的題材股 這已經明顯開始跑出來了 不是說投手可以從這方面去部署 那另外其實說到美股呢 也是想跟您再聊一下阿里 那看到阿里第四季度呢 是慘遭抛售 也是成為被減持規模最大的美股公司 那現在目前在港股方面呢 其實阿里巴巴的股價也是在240元這個位置 我知道您一直是非常看好阿里的一個潛力的 所以其實也是很想聽您再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在目前這個階段來看的話 會發現它呢一直上升的一個動力都不足 而且這一輪呢也是會看到一些科技股呢 也是出現了一些回落的一個情況 那現在對於投資者來講的話 還是可以像您之前的一個觀點一樣 是把握住一個機會 在一個低就相對而言 比較低估值的一個情況進行一下部署嗎 它還是這樣我們認為值得等待的一個股票嗎 我認為還是是的 我看到在世界有時候 美國那邊估售太多的很多的一個虧計股 但是呢 因為主要來說它的股價下跌 沒反彈的原因主要也是這個 因為也受投資者拋售的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其實我們同時看到 應該橋水是真實阿里的 就是看到其實每個機構的策略是不一樣 那麼其實我們的確可以看到 在阿里跟騰訊跟美團相關來說 這些股票它本身處於階段不一樣 它的業績的驅動力不一樣 目前的確是阿里的股價驅動力是比較弱的 它並沒有像騰訊這樣分拆的這些標的 但是從基本面從估值 從它的整個市值空間來看 其實它目前來說的確是 是比較固執來說是偏合理的 那麼就假設明年 因為最近已經有消 那個阿里的內部已經傳說 有可能那個螞蟻金服 今年5月份是有可能重新地表去上市 而且來說其實因為那個分拆 一個是分拆 一個是它的業績的持續驅動 其實阿里來說 雖然說最近它沒有分拆的這些東西 但是它有內部結構的明顯的改善 就像說了一個是阿里雲 一個是菜鳥 另外一個它的那個燒錢領域的那些文藝 其實明顯整個意義來說是有改善的 那麼過去四季度 的確是因為國家的這些政策 或者說對螞蟻金服的一個打壓 的確是它來說是讓那個投資者 是暫時離開了阿里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中強性的投資者 會看到阿里的一些基本面的一個改善 雖然說可能還要等多大半年時間 它股價才有可能 因為有新的驅動力上來 推動它上升 但是這段時間 其它科技股的大幅調整 其實阿里來說算是調整的幅度 偏小的一個我們也可以看到 是的 那說到科技股調整 確實像您所說 阿里的這個調整幅度不大 而且我們看到之前 像您也比較看好的像美團 京東現在都是在400元前以下下方的一個位置 大家就會想說了會不會也是大家可以去布局的一個機會呢 包括騰訊昨天已經下到了700元的下方 但是今天早上回來的話也是起穩在了700元的位置 所以對於對待這些早前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些科技龍頭股的話 現在是不是也是可以布局的一個時機呢 因為你會發現好像從現在開始的話 有一點點復甲的一個復甲的一個復甲的一個復甲 因為也有一部分資金呢 還是重新的回歸到了這些科技股當中 那您覺得說現在是一個機會嗎 其實這些科技平台股最近的一個發展的一個下跌 我覺得應該圖形可能要有一個修復的時間 那麼這個修復時間的確是投資者分批建餐的一個時機 因為它的這種平台股它會很大 雖然說它目前的估值是偏高 也是目前的抱團股 但是這些平台股它是有持續性的 那麼只要整個經濟基本面好 尤其是國內現在整個都是在推動那個數據化的這些經濟 那麼尤其我們看到一個比較好的跡象就是說 原來在國家打壓這些所謂平台賣菜的這些平台股裡面 昨天商務部公佈了 反而又重新扶持這些直播啊 或者說這些線上的這些營利模式 繼續在扶持這些新液態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應該上禮拜 丁東買菜還有一些美菜這些賣菜的這些公司 準備去美國上市 其實你可以看到其實 就是雖然說那一波調整下來維持著整個業態的一個 這些產業格局會有說 讓這些停止這些瘋狂的這些不公平的這些燒錢的這些活動 其實它並沒有打壓死了 你可以看到這些又開始去美國上市 國家又重新開始就這樣扶持 所以說這些對平台股的一些約束 其實等行業慢慢形成了一個共識之後 我覺得這些平台股 還是會受於整個國內經濟轉型啊 包括一些數據化的一些產業的發展 還是可以有一個強行的部署 所以說你調下來調完就一時到二時 或者說再分批去健康 也不排就可以 它可能會因為那個資金切換的個門 到去那些順周期裡面去炒固執反彈 但是這波固執反彈炒完之後 資金總會回歸到這些平台股 有持續性的在這裡面來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之前騰訊也試過 鐵準的百分之四五十又重新回來 所以說我們投資來說 長期部署的話還是可以說說 分批分批的又重新切換到這些 深度調整的客座平台裡面來 所以現在也可以是大家分佈 建倉的一個好時機了 那這一節也非常感謝周先生 給我們大家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過後和大家繼續聊